翻架了 對阿 剛剛翻架了 在三十手間 我剛剛 我剛剛是看 那個 那個 昨天那個 對話碼是看那個 別人的對話 那個世界頻道 有人發一個序號 然後看 然後點進去 就送一個什麼 神魔自選項 我就去看一下研究一下 你說那個任務會送 第一張那個是 好像是叫火鳳凰吧 他是弓箭手 然後你說 第二張那個好像 大家叫蝎子還是什麼的 那我就看他是 坦克 然後最後一張 那個黑臉的那個 那個是魔法師 然後呢 那問題是現在我生到 那個巔峰的那個 那個 那個蠻族那個 標槍女是 她是坦克 然後就等於說 我不缺坦克 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藥官主的 女法師也 生到神話 所以說 我是還差 還差 弓箭手 弓箭手 對啊 或者是 像那個火鳳凰 是弓箭手 你說任務會送 其實就是 你說 你說那個滿 什麼三十抽 就可以送 對啊 他那是自決 那個 鳳凰那個是 法師啦 他是可以復活的法師 喔 鳳凰是法師 對啊 啊 鞋子是坦克 啊 弓箭手好像是那個男的 那個光 光族的一個男的 對啊 那好像弓箭手 但是 我看評語大致說 那一支 不好 就是一些主播啦 是說不好 對啊 火鳳凰是復活的法師喔 那 那復活應該不錯用啊 對啊 對啊 我之前也是用 用 前面推圖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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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之內 隨便用都會過啦 就等級 到底都會過 那一千 一千級之後 才會要去搭配 搭配隊伍啊 哇 一千圖 現在七百多 然後我就卡住了 因為他卡等級 因為他卡等級 那你借 你借給我的那個 角色 那我也等級會很高 那結果也是跟我同等級 還是最低的那個 哈哈哈哈 那就是說借 這個我也沒有 等於是看你抽 抽卡 抽卡的運氣啊 看你哪個角色 抽到的 單數越多啊 喔 可是你 你怎麼 升到的啊 三百多啊 那我就 就有推圖啊 之前也沒有完整很勤啊 就三線半個小時啊 東西領一領 工會任務打一打就下線了 還有工會任務 那個工會我都打不太動 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什麼沙盤演練 那一進去連最簡單的我都過不了 所以說可能是那個工會他打他等級很高 嗯 我現在也打不了 我頂多打個五趴十趴的事而已 對啊 而且他那 打一打主要是收集那個一百點的點數啦 那個工會可以也是可以換那個 卡牌跟角色啊 好 那 好啦 我先去 梳洗一下 待會再打給你 喔 好 拜拜 拜拜